我练混沌什么观想法 得有勇气克服恐惧才行 不过 只要能变强 那又何惧 好变态的断魂霜 不过只是重铸一下 神魂还真感觉增强了点 再来 这么快就踏入神魂虚境了 你承受了多少次神魔 八十八次 看来你的神魂 并没在当年那场变故中受损 你可以学一品原文了 对了 黑爷爷给你的天原笔 温养得如何了 最近 我一直用元寿魂精喂他 已经点亮第一道原文了 你先感应一下这道原文 学会掌控它 怪不得师父说 天原笔既是元兵 又是元文笔 原来 这第一道元文叫做文武 赋予天原笔两种形态 五形态时 是圣元兵 魂形态时 成了原文笔 行了 带上笔 来学一品原文 虎啸文 要打算 这不是什么 你没法打算 你没法打算 马来 freakin 一般 你操控 这种 身体 实际上 不得 可以 了 反应 这种 实际上 是 没有 没法打算 第一轮正式开始 将根据大家的实力 合理安排对手 开四门了 早就开了 不过你这些天都没来大周府 所以不知道罢了 我也是在苦修呢 看来咱们这位殿下 还真是敢参加大考啊 这废物以为学了点原文 就狂妄自大 也是不自量力 楚府主 这次大考 你们甲苑恐怕只能在 实名之后选人了 徐红 你这么得意忘形 小心乐极生悲 开始大考吧 第一场比试 周园 裴云 让那废物第一个 上场丢脸 应该能让他多长点记性 这怎么大呀 以周园殿下的实力 他的对手怎么会是三脉的裴云 裴云可是三脉中的佼佼者 就算殿下会点原文 想胜过三脉者也不可能啊 殿下请接招 我下手没个轻重 还望殿下莫怪 齐悦给你安排的 我不知道殿下在说什么 当初童鸟 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这家伙身体还挺强的 殿下还是管好自己吧 擂台上无需行私打 卫星号 开三脉 殿下要输了 可于没开麦时两人还能打 这一开麦就是实力碾压 是啊 殿下怕是撑不过一回合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